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善一道经 第十命 道祖第二行 最后一句看起 四 肉火至止行 这是八种喜悦心法的第四种 离开晨晦 那么由此可知 三毒烦恼对于菩提心的障碍有多大 马鸣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 菩提心的体是知心 它的作用是身心跟大悲心 提用是一或是二 执心对自己就是好善好德的身心 执心对一切众生就是大慈大悲 世尊 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跟我们讲菩提心 这个菩提心体是至尘心 我们把金论获取起来看 意思就特别明显 其心论里面讲的执心 就是至尘 真尘到基础 三毒烦恼是虚妄的 不是真尘 所以不能够离开三毒 决定没有菩提心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所以菩提心不容易发 菩提心一发 就是原教初诸菩萨 初诸菩萨叫发心诸 由此可知 菩提心不发在意 一发了就超越十发界 所以 经论里面都给我们说 小臣阿罗汉 辟之福都没有发布的 道理在此地 菩提心的标准 是尽私沉沙烦恼都断 无名也破了一品 这是菩提心的功德 菩提心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离成辉 才能得到 如何知知心 知知心 还不是圆满的知心 跟知心已经接近了 这个关系我们要搞清楚 搞明白 第五 得胜的瓷心 这个瓷心 不失六道里面 天道里面的瓷心 我们知道 色界天 这个色界十八成天 除了修 上平时善 四中禅定之外 他还要居足 慈悲息息 叫四无量心 才能够生到色界天 那么这个地方讲 圣者 的瓷心 超过 色界 无色界的 凡复天人 那么此地 俗将的圣者 最低的水平 也是四圣法界 圣文圆着 全教菩萨的 慈悲心 从这些经文 我们能够体会到 三毒烦恼 是修行 成就 最严重的障碍 他的古报 成会是在地狱 贪欲是在卧鬼 末后这个邪剑 是在出生 这是三恶道 主要的意义 我们要远离三恶道 要在这一生当中 成就圣道 食物 不能不理 食善 不能不修 修道人 所以没有办法 断食物 修食善 原因 虽然多 总不外 迷于世间的五月六成 迷得太深了 迷得太重了 深深的指责 不能放下 原因在此地 无论做什么 做一点点 好事 一定要鞠躬 这不但是 遭人的嫉妒 遭人的嫉妒 给人结怨仇 损自己的信 信德 信德是什么呢 正爱自信的智慧 智慧德能 佛家讲德相 比德能的范围 还要广 我们对这个道理 没有能够透彻理解 不但是功德不能保全 是在讲 功德不能成就 造成修学的 菩提道上 最严重的障碍 我们现在算是知道了 是不是真的知道呢 没有 充其量只可以说 现在我们听说了 并不能真信 如果听说 就真信 他就回头了 换一句话说 一定利益贪嗔痴 这才是真信 如果不利 食物 只可以说 听说 听佛菩萨 有这么个说法 还不能完全相信 大经大论 都说 信为道运功德母 信心的建立 很不容易 千万不要以为 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信佛 我们出家了 我们受了大戒了 信佛了 不见得 我曾经在讲习里头 也向大家报告过几次 我在台湾 出家 两年之后 再受戒 受了戒之后 回到台中 去看李老师 这个是一般 普通的礼节 也谢老师 老师看到我 远远的来了 就给我招手 大声的教导 你要幸福啊 叫了好几声 我走到面前 我也愣住了 然后他给我解释 不要以为 出家受了戒 你就幸福了 有许许多多的老和尚 到八十九岁 八十九十 到死都还不信 为什么不信呢 没有做到 信哪有做不到的 信决定做得到啊 没有做到就证明你 你不信了 所以只能说 你听说而已 我这才恍然大悟 佛舍 信为道远功德母 这个意思很深 很广 我们往往是粗心大意 看过了 这个好像很平常的 老生常谈 三岁小孩都知道 这有什么稀奇 不知道 成功 失败的 关键 就在其中 静中修学 求愿往生 头一个条件 在心 净土的三个条件 叫三字梁 大家都很熟悉 信远行 信没有远行 都是假的 这个好比三层大楼一样 姓是第一层 远是第二层 行是第三层 一层没有 哪来的二层三层 那么今天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 使我们感慨很深 回过头来想想自己 信了没有 果然相信 决定一教奉行 不比人劝 不比人勉励 一教奉行 是自然而然的 大臣经上常说 发而如是吧 诸佛如来 发神大四 全教菩萨 声闻原觉 有没有人劝勉他了 他们这些人呢 不需要人劝勉 都是自动的 去休息 大乘法 跟小乘法 确实不一样 大乘法 是智慧做 指导 所以从初发心 就跟小乘圣者不同 初发心 初性位的菩萨 在古位上 比不上小乘 比不上小乘阿罗汉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国位上 诸位都清楚 在断货 只等于小乘 石头丸 只是破 三界八十八瓶 见货而已 似乎一瓶还没破 原教 初性位的菩萨 但是 他的智慧 他领悟的能力 超过阿罗汉 佛家 大臣 甚深的 教义 阿罗汉 听不懂 初性位的菩萨 听得懂 这是我们一般人 所说的 这种人 俗智 长轻 烦恼长重 所以在断烦恼 这个方面 比不上阿罗汉 智慧方面 超越阿罗汉 原教菩萨 施性位里 发的是 相似菩提心 不是真实的 但是 非常可贵 他不断地在进进 到初注位 这是菩提心 才真正进去 三心 语言 发了 这个三心 就是 执心 身心 大悲心 三心 语言 满地 发出来了 自利利他 一直到 无上道 所以 他们得的 是 甚至的 大慈 大悲 第六 常作利益 按中 身心 这个 四五六 三句 实际上 都是讲的 菩提心 第四句 讲的 知心 第五句 讲的 身心 第六句 讲的 大悲心 慈心 自受用 好善 好得 利益 众生 安 众生 令一切众生 得到平安 常作 一切实 一切处 无论是顺境 逆境 从来不中断 觉悟的 他在这个世界 已经 转业力 为运力 也就是佛家 常讲的 陈渊 再来了 这就是 再来人 这个念头 转不过来 人的一生 决定 决定受 业力 主宰 就是一般人 讲的 命运 人 逃不出 命运 一生 一生当中 你的作为 你的国报 都是命中 注定 诸位 要是 深读 了凡 私讯 你就明白了 确确实实 亦赢亦 作 莫非 前提 一个人 命运 是注定 你家庭的 家运 也是注定 这个国家的 过运 还是注定 整个世界 有世运 依旧是注定 谁注定的呢 绝对 不是上帝 绝对 不是阴落网 也不是 佛菩萨 业力注定的 过人 是自己 别业注定的 家庭到世界 是大家 共业注定的 你一个家庭的 家运 是你一家人的 共业注定的 这个过运 是你一个人的 共业注定的 这个世界 有世运 是世界上 这一些人 共业注定的 非常有道理 尤其 佛在这个经 一开端 告诉我们 一切 罚从 心想 心想 就在 造业 一应 遇到 远 古报 就陷进 那么一切 动神 所造的 一 善悟 混杂了 在古时候 一般 都能 接受 圣贤人的 教诲 因此 齐心 动念 一切 造卓 善 比较多 卧 比较少 古报 很殊胜 现代的社会 我们仔细 去观察 一切 众生 所造的 卧 也 多 善 也 少 这些年来 一切 众生 造的 物业 大幅度 在 增长 这个 善念 不要说 善行 善的 念头 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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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淡 拨了 这个很可怕 这不是好现象 所以 觉悟的人 一定要发 菩提心 这个 真正 菩提心 发不出来 最低限度 相似的菩提心 要具足 此地降低 肉货 置之心 得圣 这此心 常作利益 安重身心 至少 这三种心 我们要有 时时刻刻记住 尤其这个第六句 就是要给社会大众 做个好样子 我们看看 现在社会大众 他的病在哪里 我们必须 凡其道而行之 给他做起事 帮助他觉悟 帮助他回头 这就对了 所以 断卧 是积极的 不是消极的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啥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